歡迎來到信仰訪談直播 我是Lily 張信仰 今天是我們的香港經濟學家 羅家聰博士 博士 你好 你好 拜登總統對中共的不斷下降的經濟實力 和全球的影響力發表了看法 他主出中國的經濟正處於崩潰的邊緣 博士怎麼看? 你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因為它的問題主要就是地產 跟著債務連環爆 但是如果在西方來說 那種爆發就是資金鏈斷裂 跟著破產 一間破產就連累很多其他的 不止地產行業 甚至周邊的其他行業 有很多企業 連帶受影響 跟著拖累銀行 那有 有連串的倒閉出現 那連串倒閉出現當然就崩潰了 很大劑了 最終就可能令到整個金融體制 乃至經濟都有一些系統性的崩潰 即是說可能是某些市場 好像匯市那樣的問題 但是它又不是這樣 因為它不是像西方那樣去容許那些企業去破產 跟著就叫做違約 跟著拖累其他 它又不是這樣 它現在是一路有債 所以就有它外申請拖著 有拖就沒有欠 那它又沒有還不還 但是很明顯它又還不到的 即是資不抵債 也很清楚的 但是呢 它又不官式地承認它現在是 叫做資不抵債 它又不正式去破產 結果就不停拖著那些東西 一直拖著那些東西的時候 它又不破產 譬如你龍頭那些地產商一直都在 那你在銀行借了錢給它的層面 你又很難撇帳的 它現在 即是你可以撥避 但是它又沒有死那家 它又沒有錢不還給你 不過不知道什麼時候還 那你就每逢債務到期的時候 就所謂剪期 拖了 再談 如是這一路不停拖下去 當然了 如果你的錢是閒錢或者死錢 就沒什麼所謂的 就一直拖 但是如果你的錢是有用的話 那你就不能拖 因為在發展商 或者很多投資領域來說 你的錢借了是要找稅給利息的 你不還本就要還息 是吧 你的錢是可能 你不確定了 拿來做投資 然後生產 要賣出去 如果你賣了樓花 你到期要交個樓 那當然他又拖了 一邊拖 到期還沒有 還沒建好 你再等 叫你回家等 有些如果不趕就可以等 但是 譬如你說出糧 給伙計開飯 那你也不能拖 沒理由不可以拖 因為這樣等你而已 去到某些 真的不能拖那些位 他就被迫要給了 那現在 其實那條數 都開始慢慢 就是給出來有困難 然後呢 就再 找另一個鍋蓋蓋這個鍋 這間企業不行 找另一間去救他 那間銀行不行 是另一間借給他 總之他由中央去擺布 擺布到那些蓋不斷蓋 但怎麼算都好呢 蓋都是不夠的 要煲多些的 所以現在他又不是說沒有東西 但是他這樣搞那個局 在所有事情在他全面控制之下 他又不破產 他又不還 那一路拖 拖到你沒有飯開的時候 他就可能濕一點給你配給一下 那再不是 現在全線減薪 一路 每個人一起窮 就是你去到這樣的地步 其實他又不會出現 一種西方式的 一種直落的崩潰 但是 最可能最似的就是 好像日本啊 或者一些長期衰弱的經濟體 慢慢地去扭 這個你可以說是很差的局面 但是 就是跟我們一般理解的 崩潰直落散了 然後倒閉又不同 有分別的 好 那中共就是美國主要的競爭對手之一 那雙方在政治領域啊 和經濟關係方面啊 都是很緊張的 那這個可能是影響到全球經濟的喔 博士怎麼看呢 以前十幾年前呢 就是一方是生產 一方是消費啦 或者一邊是工一邊是球呢 那那個關係就強很多的 真的 你隨便一邊斷了 那個影響呢 就比較大 但是今時今日呢 就去中國化啦 那當然啦 它現在都去不完 你看到譬如說 中國出口出去美國啊 歐洲啊 其實數字都相當大 的 增長低了很多 甚至沒有增長啦 這幾年都幾乎沒有增長 沒有增長都沒有縮到嘛 沒有縮到的時候 其實它的量都是大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可以說一邊的消費或者生產出問題呢 都是會影響另一邊 但是那個影響呢 就不是說全數會反映到 因為看看你生產或者消費的 是不是一些 就是唯一獨有的東西 如果你必須要跟它買 或者它必須要賣給你 這樣的話呢 那個影響就大很多 但是大陸現在出的東西呢 其實某程度上 很多國家 就是東南亞那些都做到的 那你不做就隔壁做的 那所以 那這種關係呢 又不是說沒有刮 沒有影響 問題就是影響不全面 就是不是100% pass through 去transmit了 去給別人 那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呢 近年都是開始在減綁的 所謂減綁呢 就是沒有那麼依賴 沒有那麼依賴大陸的時候呢 你那個物資的供求的影響呢 其實慢慢就減低的 就是最主要的那個影響鏈就是 那個貿易進而就是 進到去消費啊 那當然進出口那個層面 就首當其衝啦 跟著就進到裡面消費那個層面的影響 這是一件事 那但是 那你不算這個呢 如果你說那個 金融方面的影響呢 其實就小很多 因為 你看股市都是這樣的 就是A股啊 港股啊 其實跟外圍那個關聯度 低了很多 甚至可以說是背池 那都不是同方樣走 那原因就是 因為現在這個年代呢 就 那些錢就分了兩部分 用的還是用的一部分 那當然啦 很多人都很有錢的 用的 其實不是用的很多 那另一大部分呢 就是拿來存的 拿來投資的 那那部分就是另一塊東西 那那塊東西呢 就主要在美金市場裡面 去玩那些 財技也好 金融產品也好 什麼都好 就 這件事跟大陸的關係就很低 因為大陸本身就沒有什麼這些東西 他都很少涉足這方面的市場 那是有的 可能都是拿來比較多 美國國債這樣說 或者在其他的商品市場有些參與 但是其實 你說主要整個市場的融資 大陸那個 他有資金參與 但是你說國家層面的參與是相對少的 那所以 這方面的影響就不是那麼大 那如果你說 就是影響世界看你的話怎麼說 如果你純粹說貿易 物資那方面那個衝擊 譬如大陸不做的 那他不生產當然你買不到 你沒有消費 這些就會卡住 那但是問題就是他現在面對這樣的 劣境的時候 他就不會不生產 就是有大量生產 就是產能過程 那所以在物資方面那個衝擊的影響就不是那麼大 那如果你說你說其他那些打貿易戰 或者那些所謂那些重點要大家要砌的領域 那裡影響很小而已 那些條數相對小 所以那個整體物資的市場 我相信影響就有限的 但是反而金融那裡呢 就真的撤過得清楚了 你其實你說他自己爆 你見他現在樓市好 或者債務違約都好 他好一輪而已 已經說了兩三年的事情了 但是他其實沒有蔓延出去外面的 甚至連香港都影響不大 那所以你說在外面的市場來講 你自己的市就跌飽了 那這是你的事 其實跟外面的關聯度很低 是的 那在今年五月份呢 就大陸呢 百強的房地產企業 就拿我們的金融呢 就是它的金額呢 同比下降了百分之十十四的 那降幅環呢 是被擴大了百分之二十六 這樣的情況下 是講明了什麼問題呢 你說著 百強房地產嘛 是 那個 其實發展商 拿不拿地 就看看市場賣得好不好 那個銷售 你說的是 按年跌幾成 多就是四五成 那如果 少的話 我看的數字都有兩三成 那你一直按年這樣 賣不出貨的時候 那你拿地來幹什麼呢 現在發展商 他拿地是擴張的時候的行為 那你就算 就算 不要說爆煲的大陸地產 香港也是 你現在的樓價在下跌 樓價在下跌 樓價是賣不去的 賣不去的時候 他拿一塊地 拿一塊地 拿來有什麼用 何況他沒有錢 現在的資金 這樣的情況 緊張 他沒有什麼條件 去再投地 就算你說 有資金 在手的 有條件的 也好 即 他看不看好幾年之後 譬如你現在拿一幅地 你拿去建 以香港的速度來說 由你投了一幅地 到 建好那棟東西 都說好幾年的 快則三四年 如果來一點點 要政府建的 五七年的要 那你說要看三幾年後的市況 即三幾年後的市況 當然就 其實大部分人都看不到的 老實說 看半年就可以 三幾季都更勉強 如果看三年後 其實很多都看不到 不過樓市周期 一般來說就不是短的 即是跌得出的 那大陸現在很明顯 樓是跌得出的 你跌得出的話 就三幾年是走不掉的 那就看你哪裡 如果你說有一些 即是較早時間 開始爆破泡沫的 譬如有些 有些早在2016、2017都已經聽過 說爆的 好像溫州那些 都是差不多一個時間 已經開始爆的 那些呢 現在不知道跌成怎樣 可能早了跌 但是後來未必追落後 但是 好了 到現在全線是跌 全線跌的時候 都是兩年的時間 那兩年的時間 你會拉動一個滾雪球 效應其他那些省市 譬如它跌完 接著到你 你跌完再倒回它 如是者 那你一路 一路下去 下去一個 所謂 夠便宜 夠便宜的地步 那就停了 那現在 是不是夠便宜夠便宜 這個我們都談過了 其實就是 即使你跌了都好 現在的樓價都未必是很多人買得到的水平 那你不是跌到一個可負擔的水平的時候 其實就難言見底 就是你 你起碼 起碼從發展商的角度說 他覺得那些樓是有機會賣得去的 他才會有機會走去 所謂頭一頭地 就算他上都好 那他都起碼賣到那些樓 他翻到錢 有資金回籠 他才有錢在手 有錢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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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再跟銀行借 然後才可以商量去買 那如果不是的 你現在這個位置貿易去做 除非是政府監獄他 政府硬有些基建搞 要谷的 但是 政府會不會現在這個情況去 強谷這件事呢 我相信難一點 就是你看到他現在 現在所謂的政策都是所謂的設立 那他都有一些限某限某的 現在都移走了 就是你不限就沒問題 但是你不限 其實那個需求都不是很見得好 很強 那如果你強硬要監他去做 監銀行借給他 然後走去投地 那除非你就名益地方政府 但是 大共產黨也知道地方政府是落格的 如果你在這個過程這樣去 去強行賣地出來 結果就是他自己立了 那就是對整件事那個幫助有限 那大陸呢 是從中央到地方呢 就是推出了很多各種各樣的刺激樓市的措施 那是從一線的城市 上海、廣州到三、四線的城市 就是紛紛地推出了降首期啊 降首庫啊 降什麼泥律啊 降買房的門檻啊等等政策 其實這樣做是有沒有作用的呢 其實沒有的 你看回歷史上每一次的樓價跌 哪裏都好呢 哪個政府都好都會做些事情的 但是作用不是太大 因為樓的那個需求 就是大家買不買那個看法呢 就一下就住啊 住你就當消費品那樣買 消費品當然就沒問題的 但是現在大陸不見很多人有住屋的需求 除非有很多人睡街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那個需求 就是我想大部分都是在投資或者投機那方面 那你也是的 如果你要價格上回去 你就要靠這些投資或者投機的需求去帶起 就是炒起那個價格啦 當你那個價格向下 那麼所謂螺旋式地下降的時候呢 就很難發生的 說真的 就是炒價一定不會在這些位置 謀言地摺一把跌下來的刀 通常是那些真的用的那些用家才會買 但是用家一般來說就不會佔很多數 還有用家都害怕的 看到個市這樣扔下來 所以在樓市來說呢 都有零買當頭希望買當頭跌的現象 就是跌下來的時候你是賣不出 因為每個人都預期明天會再便宜些 還有你現在不是第一次 就是剛剛剛剛跌了 已經跌了兩年 跌了兩年呢 你過去一段時間呢 其實不時都說有政策啊有措施啊有什麼 每一次說的時候都是會憧憬那個樓價會見底的 但是你一次又一次如果三番四次都發現是樓的 那你變成就是好像香港也發生過啦 或者股市跌了這麼多年 一次跌下來都說見底 那你越買就越便宜 那問題就是買股票和買樓不同 買股票你分段買你還可以買很多樓 但是如果你買樓來說就不是太多人 有這麼多錢就買這麼多樓 如果你一下子買了就已經鎖死了的時候 就是那個效果就很嚴重的 所以買樓一般的人就相對審慎一些 就是真的跌得夠便宜才能買到 還有一件事就是 又是回到我剛才說過的 你根本現在可能跌了下來都好啊 都是很多人買不起 如果跌了下來很多人買不起的時候呢 那你說那個所謂切纜是不是奏效呢 那你就除非你那些這樣的政策 是改變到炒家的看法 炒家一般來說就是聰明那一班 聰明那一班呢 其實他還是會看一些相對基本的事情 就是你究竟現在那個局是搞定沒有 你的局是還沒搞定的話 他都不會跟你這麼快衝進去 當然就是一揚米用白人人啦 那炒家也有些有些急些的 有些就等得的 那你急些的那些可能現在中央都還沒做 那不排除你可能有個別的地方 真的有機會見底 你跌得多的那些可能先見底 那但是比例上我猜不會多 你現在你普遍大部分的樓 你未必是一個很primary 那些很理想的位置 不是我講的位置 如果你就是說一些跌得多的 可能都是一些相對二三線那些 那二三線那些 就是有沒有基本因素支撐它上回去呢 又是另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不知道的時候 就是這個泡沫沒爆破的時候 當然了 你三線四線 五六七八線你還可以炒 但是你那個泡沫剛剛爆完之後 現在這種情況呢 你再謀言去炒這些樓 然後你打算可以有人接你的火棒 其實這件事不是太容易發生了 所以就是為什麼你切了之後 你都不是馬上有用 很多時候任何樓市跌都是政府會出招 出完招之後結果都沒有用 那個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是 今年早些時候呢 金價就一路飆升至歷史新高 世界黃金協會WGC表示 在黃金熱力難沉溺之際 金礦開採產量 增長廣步為艱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是 博士 這個就 我想是一個地理或者地質學的問題 多一點 因為 就是 全球那個 對黃金那個追捧或者什麼 很多年以來都一路都是有的 就是以前的黃色貴族 就是對黃金那個追求是很強的 但是一路就沒有一些比較有效或者叫做有power的工具去做這些壓骨 那你會發現很多金礦其實就是十九世紀開始才 就是叫做比較大規模的開採 因為在此之前沒有工業革命呢 那時候就沒有機器去做這件事 你沒有機器你純是說人手去鑿出來 就不會有很多 就是有很多好地表的金你才可以拿出來 那你自從有機器之後 即是說十九世紀開始就開始多 其實是機器開始有之後 那時候很快就去到舊金山 現在是三分市 一帶開始掘 那時候就開始去一些新興市場 就是幾十年前南非那些都開始掘 但是很多這些金礦 它掘了一段時間之後就乾的 不會有很大量的 我想幾十年左右那個礦就差不多 掘得那麼乾淨 因為你掘金就是這樣的 譬如說不是石油 石油拿出來就是你掘了一個井 它會噴出來 金很多時候就是一種礦的形式 那你拿出來 你要拌好石子 那你要提煉 要收拾一些金出來 其實那裡有相當多工序和成本 那視乎你那個當刻那個金的需求 那個供應那個價格等等 就是如果那個價格不行的話 大家有未必去做這件事 那你說再進一步掘是可以的 但是就沒有這樣的叫做成本效益 如果你掘出來 現在的金一直爆上去 二千多 二千四、二千五 那本來有很多計不定數的 現在都可能會做 但是你說進一步再做多少 要看看價格去到哪裏 你現在掘了出來的金是二十多萬噸 那你還未掘的 就是以探明的就是六萬噸左右 就是掘了出來的 我想佔 total的七八成左右 應該可能還有兩三成左右 還未掘出來的 那你還有那些其實就可能 就是掘出來的難度是相對大的 那你可能成本要很貴 就是除非去到價格很高 有利可圖 那如果不是說就是有很多可能 就是有些礦的 做了會停產 未必做的 所以這個點不是說 嗯 有還是沒有的問題 就是我相信 就是我相信 如果你再進一步 做一些深入一些的地質勘探 就是再探深一些 或者是洞洞一些的位 其實可能還找到越來越多都不定 就是情況跟石油一樣 幾十年前都說 就是探明的石油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殞藏量不是很高 很快會所謂Huber Pete 但是就是結果不是 結果其實一路越挖越多 因為油真的大家拿來用的 但是金那樣東西 就是那個用的程度 就是相對低的 很多時候都是買來擺 就是一種 一種觀賞的形式 或者央行拿來儲 就是你如果在市場上 沒有新供應 大家就 就是可買可不買 這件事情 不是一定要用它 那可買可不買的時候 如果你的價格太貴 大家就未必買的 除非真的面臨一些 一些很戰爭啊 或者通脹很失控啊 一種全球的現象 就會夾給那個價格 如果不是 一般來說 就是太貴的 那些人就不買了 不買的話 其實你那個 那個需求就未必很大 未必令那個金價夾到很高 所以你看到這麼多年以來 那個金價其實是 偶然它可能會有些爆升 那當然一升就可能 十年八載那一隻 那但是 也都有很長的時間 那金就一直橫行 那你橫行的時候 其實就未必有那個誘因 那個價格的誘因 令那些金礦商 去做很多開財 是 那根據這個 國際貿易協會的數倍呢 2020年呢 全球黃金的產量出現 十年來首次下降 下滑到百分之一的 到2023年 擴散產量的年增長率 是僅僅百分之零點五 那是不是跟這個 世界各地尋找新的金礦 變得越來越困難是有關呢 博士 其實就 我看回石油黃金協會的數字 截至2022年 它每年的金礦那個 產量那個增長都是相對穩定的 1.7-1.8%左右 所以整個十幾年的數據 看到都一直是穩定的 我想某程度上 不需要對一年的數據過分反應大 就是之前一直都是1.6-1.7.8的增長 很多年都是維持的水平 那還有就 那些金礦呢 其實已知道全球最大的金礦 就是中國 俄羅斯 澳洲 加拿大 美國 就是這幾個其實是頭五大 再下就是那些相對新興的市場 那已經知道的這一堆的比較大的金礦 其實他們那個產量 但是近年老實說的增長都不是十分高 都是比較飄忽 有時候會升有時候會跌 所以很看你的第一個金價怎麼走 有時候大家的金價那個掌握不是很準 有一段相長的時間 但是金價其實在千多元上落了很長時間 如果你在一個上落格局之下 就未必會令到那個生產會突然有一個大規模的進展 但是你說如果那個金價一直這樣升 我相信你最近大陸也有一個新的金礦 發現了 其實大家會找的 那你找到一個新的金礦的時候 你突然間那個潛在那個探明的數字會大了 然後你如果去再做若干年的一個開探功夫的時候 那些東西真的出來了 其實那個產量又會有一個叫做跳躍式的爆升 所以金的產量其實很多時候就不是說按年 逐年去漸進地看的 全球拉雲就有這個數字 但是逐個礦看 就是有個礦他要由準備到開探 就是有若干年的時間 而你有的時候它就會有一段日子是會保持著有一個穩定的一個產量出來 那當然你說現在是以探明的 那我剛才說過了 大概七八成都已經拿出來了 那剩下的那兩成其實拿出來的功夫和成本應該都相對是大一點 所以你預計的增長都是會相對慢 就是這個我猜是為什麼現在的金價上升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樣 是 至今為止已經開採出大約是十八萬七千噸的黃金 其中大部分是來自中國、南非和歐洲 剛才博士都說了 那據美國地質的調查局表示 可以開採的黃金儲量 估計只剩下五萬七千噸左右 那這五萬七千噸是否表示這個儲量遠遠不夠呢?博士 我剛才跟你說它開採出來的就是二十二萬噸 我沒有記錯的數字 那麼那個未開採的現在採明了就五萬七了 那麼其實你除了的了 加上總共就二十八萬左右 那二十八萬你現在有大概接近六萬 就是四分一至三分一的未開採出來 那現在很難說的 因為那些未開採究竟你的難度有多高呢? 究竟開採的成本有多貴呢? 其實現在有很多應該是還未採明的 有機會有的東西 譬如你像石油這樣說 你現在有一些在海藏底下 在海藏裡抽出來 我相信不會有什麼金礦走在海藏裡挖出來 因為實在成本很高 因為如果你開採油井的話 就是油有壓力噴出來 但是這麼重的 你在海藏裡抽起來 其實那個功夫很大 難度很高 所以其實有很多就算你知道也未必拿到 那現在就算知不知道 就是你現在究竟那個 因為全球那個地表有三分二都是七成的 就是海洋覆蓋的 那你那些位置下可能有很多 但是你未必拿到 第二就是現在有些 有些想法就未必在地球拿一些金 可能上去太空那裡找 因為其實黃金應該是那些 叫做可能比較古舊的天體 那些行星它如果是爆發過之後 一些碎片這樣四散去到不同的地方 其中地球都有一個說法就是 地球那些重金屬 甚至一些稀有金屬 其實不是本身地球自己產生出來的 因為你看看八大行星 就很多個都沒有這些東西的 氣態行星當然就不會有黃金在裡面 那甚至是固態行星其實很多都沒有 就是以現在下收回來的那些光譜的分析 化學元素分析 其實是分析不了那些重金屬 那些重金屬怎麼來呢 就是可能有一些天體 穩石好什麼好水星好 撞過地球 那這個曾經跟以前說的地球 曾經試過大滅絕的關係 有一次說恐龍滅絕也是有一個說法說有天體撞來 那就是你這種天體撞下來 就變成帶著那些所謂太陽系外的一些元素 包括黃金是進來的 那你也解釋到為什麼呢 你看看地圖分佈 現在那些黃金分佈是集中於在某一些領域的 譬如說中國、俄羅斯、加拿大 這些位置其實是在地理上是較北的位置來的 那如果你看看以前的地圖 以前地圖那個 古舊說法所有人來自非洲 那其實在地塊 那幾個板塊還沒有分裂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的估計是可能聚在南極那邊 那你全部聚在南極 北極是海 那這個當然很奇怪 那會不會同一個 假說的關係是說 其實北極那個海是怎麼來的 就是可能是一些外來的天體撞去 就是如果你外來有個天體撞出來 那這個大意味 那個撞的位置就是一個北邊 是一個本來沒有什麼陸地的地方 那其實那個位置正正就是 就是外面帶了那些黃金過來 然後隨著你現在一路時雨變化 那就慢慢那個板塊就會有活動 那現在變成現在看到地球的狀態 那所以如果你那些黃金是帶來的 是外面帶來的 不是你自己地球產生的話 那照計是合理的 就是那個黃金的穩存量是一個有一個上限 那還有黃金其實 如果你對化學有一點認識 你會知道 其實那百多種元素裡面 如果你over the time 慢慢等那些東西演化 其實最穩定的元素就是去到鐵 但是鐵這個元素其實就沒有去到黃金那個那麼厚 你在Atomic Table那裡黃金是比較厚的 那所以其實你說如果要在地球 或者我們看到我們的行星裡面 要自然形成一些叫做黃金的重金屬 其實是困難的 但是你在太空整個氣壓 或者環境不同了的時候 在其他地方帶來的東西 這個是有機會的 所以為什麼近年那麼多那些太空科技上太空 其中一個原因當然就是去去霸地盤 就是去去月球插旗 但是也都開始會懷疑會不會有些天體 就是被你去捕獲到 是有機會有東西的 甚至老實說現在月球都還沒找清楚 當年如果地球有一個天體是撞了下來 是帶了一些元素 那說真的撞到月球這個機會都很大 也不奇怪 如果那個天體是可以在外面撞到地球的話 其實同時間如果它撞到月球的話 最可能發生的就是撞到月球背面 因為月球背面永遠都是背著地球的 我們也看到月光是同一面 永遠都是對著同一面 那其實月球的背面會不會有機會有這些重金屬呢 我猜其實現在是有一堆這些想發達的一些國家或者企業 就是企圖走到後面撞旗 你看大陸也是特地走到月球後面那裡 其實月球後面可能有些東西大家還沒找過都不知道 那這些可能會令到黃金供應長線來講有個變數 這個感覺都挺新榮的 好像天上會跌落一塊很大的金 因為這個金是在太空上面 都說不定哪一天會跌下來 那會跌下來 你要拿 現在說你去月球背面找一下有沒有 這個不知道 其實現在上月球很多時候都是上一邊 去另一邊相當少的 還有你在星際之間會不會有一些所謂的天體 就是比較小的天體被你撈到 撈到的話可能會有一些東西 那這個也是一個機會 那當然它找到都要帶回地球的 你說這樣跌下來這個機會就不太大 你跌下來的那些是隕石 以前說的這麼大型的隕石 如果帶重金屬撞下來 那是會大滅絕的 那你到時都不需要考慮拿到金屬有沒有用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現在隕石撞到地球 帶到黃金下來的機會其實就不太大 因為很多隕石 就是你講真的很偶然 第二就是很多在空中已經燃燒了 那燃燒了其實是沒有東西跌下來的 那你如果燃燒了的話 剩下很少的黃金審下來 其實你都不會捕捉到 不會拿到 如果一大塊扔下來的話 其實這個人類歷史又記載 但是相對是少了 相對稀疏 好 那除了這個金礦難易發言之外 政府匯科都越來越難獲得的 那令到這個採抗業更加舉步為奸 那抗業公司可能需要幾年了 才可以拿到這個政府的匯科 那此外目前新發現的金礦大 現在都是唯一很偏遠的地區 滑礦是需要道路、電力、水電等等的基礎 每次的配套 那也都增加了黃金開採的難度 那原來是有這麼高難度的問題 那時候博士也說了這一點 那現在很多買家都不關心黃金的銷售稅 他們只是想買就買 那其實購買的時候 要不要考慮到日後出手的市稅收的問題呢? 博士 那你說金的許可的問題 我想比較多是新興市場 因為頭那幾大的金礦地 很多都在開採緊的 滑的都滑了 但是新興市場那些就很多未 一個原因就是你沒有政府的批准 就是你去滑東西 你未必拿走 那可能是一種共同開採的合作模式 就是開完之後大家對分 那第二就是你都說得對 很多新興市場就是沒有經濟 沒有經濟它不會有那些基建 那沒有那些基建的時候自然 就是你運了一些金出來 你怎樣呢? 你一掛出來馬上被賊打劫了 就要浪費了 那你相當沿路 就是你怎麼拿出來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保安等等 那這些其實很多事情要考慮 成本不是低的 那你計過之後如果計不到數 那就很不可能去做 那至於你說金的稅方面呢? 我想一倒倒 就是在很多地方來講 其實黃金那個買賣轉移 不是那麼容易的 就算在大陸來講都是困難的 就是你說你要買一大塊金 我想不會批准你做這件事 那你如果你在外面來講 那當然也是資產增值稅 這個是有的 但是如果在那個金市升到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那個問題都未必很大了 就是你說的那個升貨可能很幾成這樣 就是應該是可以抵消了那個稅務的 那如果另外你有一些衍生產品 比如買ETF啊 買紫黃金啊 期金啊 那其實那方面的稅可能更加容易處理 好 看看有沒有補充 沒有 好的 多謝KC 那我們下星期三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